大家好,我是马思纯 首先我要跟伊丽静老师道个歉 她跟我妈妈认识很久,是我的长辈 上期呢,我还用她说话的那个方式去问她问题 说,你有朋友吗?你会说话吗? 我觉得让她挺不开心的 回家我妈就问我,说你没大没小的 一眼里还有没有长辈 一下子记住,舞台上不准说妈妈的行李话 五条人,我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时候呢 给我吓着了 就是,还有这种乐队呢 穿个破拖鞋,嘴里叼着烟,头发都是油 就这个形象啊 我就感觉他们在全中国的每一个公园都住过 五条人,世荣世贸的敌人 都说五条人的这个歌词特别有文学性啊 我一看那歌词是这么写的 你看那风 有时往东吹,有时往西吹 我的头发就是这样被吹乱的啊 这首歌就只有这么一句歌词 来来回回,唱了四遍 我上次就这样来来回回听到的词 还是,本店商品一律五元 欢迎欢迎,我厉害厉害 五条人之前在节目里还跟许志愿老师交换过拖鞋 不是我说哈 我觉得你们太不注意个人卫生了 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久仰久仰 你们第二次就得说脚仰脚仰 之前有报道说几年前五条人 两个人加起来,一共就会十个单词 那平均一个人就会五个 那这两个人要出国碰到外国人 阿猫就说,Hello,How are you? 仁克就说,你省着点用,只剩一个了 阿猫说,OK 说完五条人 来说说建国,银河祥,然后还有忽兰 三个大胖小子 建国,你说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说脱口秀啊 就是没看网上吗 雪晴都和孟贺堂跑了 是不是元宵节那天雪晴跟你说去参加一个婚礼 结果是参加他自己的婚礼 所以你就别在这搞笑了 雪国列车已经被开走了 既然雪晴已经离开了效果 跟德云社的孟贺堂跑了 银河祥,你要不要留在效果吧 你这样子可以当一个坠序 最后呢,我要感谢一下湖兰 去年在我最难过的时候 是他的脱口秀 一直陪伴着我 所以我来这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很欣赏他 然后来之后呢 我又碰到了 大张伟 颜鹤翔 这些更幽默的小伙 后来我现在过得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以后呢 我就有他们的节目 陪伴我了 你可以放心了 是我配不上你 你是一个好喜剧人 谢谢大家 我是马斯德